嘿,大家好,我是虎哥 那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款旗舰级的口袋灯啊 那就是爱图示的这款 艾蒙拉ALMX LED不光灯啊 那其实拿到这款灯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而且这款灯那也已经上市很久了 那我直接先从一个使用者的角度去聊聊我对这款灯的一个感受啊 那希望能够帮助到对这款灯感兴趣的朋友 那首先呢,现在这款灯是我每次出门必带的一个摄影小附件 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它非常的小巧 放在背包里也并不占地方啊 那作为一个单兵作战的摄影师啊 机动便携那真的是很重要 那另外MX自带的这个小包啊 那质量也是非常的好 拿在手里非常的有质感 特别是里面自带的这种隔层的这种贴心的设计啊 也可以让我的一些其他的小部件可以装在这样的一个小包里面 那这也是我愿意带这款灯出去的一个原因之一啊 首先呢,从我一个个人的使用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 使用这款灯的一个使用感受 那在一次婚礼拍摄过程中啊 我用到了这款补光灯 那拍到了两段素材啊 那这个是没有使用MX拍摄的画面 那这个是使用MX拍摄的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小的场景下 MX对于画面的提升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那婚礼的过程光线是比较复杂的 很容易导致拍摄的大部分素材质量不足 在剪辑的时候无法使用 有的时候带一个小的LED补光灯 确实会提升一些拍摄场景的素材质量 那前段时间我还拍摄了一组照片 因为个人的习惯啊 比较喜欢更多的依靠自然的光线去拍照 当然如果能带一盏外拍灯的话呢 绝对是可以对画面有质的提升啊 这张照片呢 是我用MX补光灯在暗部进行补光的 大家可以看出来亭子内的光线是比较暗的 我找了一张没有补光的照片的 两张对比是可以看出来脸部的质感 是有不小的提升的 所以呢一盏小小的灯也是可以 为我们的拍摄带来改变的 之前有两期视频啊 那当时的环境光线是比较暗的 正常的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拍视频的 但是我又特别喜欢那种傍晚 那种蓝色的天空啊 所以呢有了这款褐光灯 那确实也给我的拍摄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那因为这款灯的小巧 你可以在很多场景来使用它 只要你能够发挥你的这个想象力 那这款小巧的灯一定会 你的摄影作品加分的 那这次MX这款灯啊 在市面上几乎找不到一只 相抗衡的产品 甚至MX比它的前代产品M9也要强悍了许多 那这也是为什么它的价格是其他品牌的同类产品的价格2到3倍之多 899人民币 那对于一款小的LED灯来说价格确实不便宜 但是我给大家简单一介绍一下 它的这款灯的性能你就明白了 为什么它会卖这么贵了 那在信用卡大小的平面上 紧密的排列了128颗高性能LED灯珠啊 发光角度120度 Ci和TLCi都达到了95加 那五档的色温可调 从2800K到6500K冷暖可调整 能够最大程度的满足拍摄时 对光的环境氛围啊进行灵活的调整 那一键BOSS的可以瞬间将最高亮度提升30% 那并持续一分钟啊 那内置四分之一的这个裸口 并配有外向的冷靴 可以方便的将ALMX安装在摄影机上 灯架云台以及各种附件上 可惜呢 这个外向冷靴在收到的时候啊 因为螺丝卡的太紧 我强行扭动啊 导致了这个直接坏掉了 还要吐槽的一点啊 就是这个小包的挂钩啊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呢 也就坏掉了 那虽然这都是一些小的问题 不太影响什么 但是我还是希望iTLC以后 能在这些细节方面做得更好吧 啊 还要说这款灯有什么缺点呢 那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啊 一个小时的照明时间 感觉还是有点短 每次充满电 用了一会儿电量指示灯 就从四格到三格 如果你再开一个boss的功能的话 瞬间就变成两格了 然后瞬间感觉到 这电量是不是假的 不过我们可以用充电宝 给这款灯通过type-c接口啊 进行充电 那也算是不必担心 正在使用的时候没电了 总体来说啊 我对这款灯是比较满意的 对于一个考虑便携 并对光线有要求价格 可以接受的摄影师来说 那这款灯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 当然 它的前一代产品 爱图斯的M9不仅更轻便 性价比更高一些 如果预算有限的话 是可以考虑M9这款补光灯的 ok 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对我的视频 请点赞评论转发 如果喜欢火哥的话 感谢关注了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